我們立場出來 我們大家看給你們看 好,我畫什麼畫,大家畫出來一畫 這樣一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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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來我們請到廖本泉老師 他也是一路陪著大埔,陪著我們很多地區的農民走在抗爭的路上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我們又來了 這個案子 道府的居民 面對了 這個案子 我們的副總統吳敦義先生 我們的行政院院長江一畫先生 承諾了三年 各位朋友 不管是五年 或者是三年 對大埔當地的所有民眾來講 都是折磨 各位媒體朋友 大埔強徵民地的折磨 三年來 從來沒有停止 而且到今天 更是殘忍的上演 各位朋友 我們 我們的政府 就是要用時間 要用時間 來讓大埔的居民 來讓台灣社會 徹底的絕望 徹底的放棄 心甘情願地接受他們的拆除 可是我們今天來到行政院的門口 就是要告訴江一畫 就是要告訴吳敦義 台灣社會 不會忘記 各位朋友 大埔 剩下這四戶 這四戶的生或死 就是台灣社會 就是台灣社會的生或死 這四戶 所面對的一切 就是你我 所有生活在台灣上 這塊土地上的人 會面對的一切 各位朋友 台灣社會 看到大埔 所有的人民 所遭受的靈略跟踐踏 難道還不夠嗎 這樣的巨馬 三年來 五年來 不斷地重複 目的 就是要讓他們徹底的絕望放棄 目的就是要榨乾他們所有的一切 各位 各位朋友 容我再講一次 大埔這四戶的未來 就是台灣社會的未來 就是你我共同的未來 我在這裡 要誠懇地 拜託 再拜託台灣社會 任何一個看到今天這一幕的所有的人 請你們伸出元首 拜託 不只是對大埔 似乎伸出元首 你們是對自己伸出元首 對這片土地 對台灣社會 對這裡的人權 對你我更同的未來 誰主要是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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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